南特县政府社劳处为了配合卫福部的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计划 特别在普理办理宣导活动 对象是105年1月1日之后出生 而且符合列测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及长期安置的孩童 家长可以依自身的经济状况 选择每月则依帮助孩童存入500元1000元或者是1250元 微福部则1比1相对提拨金额 持续储蓄到孩童年满18岁为止 为福利家长加入儿少教育发展商户 县府施劳宿特于普理办理宣导活动 解释109年9月符合资格申请儿少人数1096人 先行开户人数481人 先行率偏低 治疗措督导高宇玲表示 为提升南投县儿少教育发展 向户开户率将力持续缴存者 及帮助家庭教育困境无法缴存者 将结合民间资源 透过公司协力 失守共同为儿少未来投下希望 全县大概有一千多位符合资格的小朋友 但是目前开户率大概不到四成五 零百零五年一月一号以后出生的小朋友 他就有资格可以参加这个账户 那每个月家长他可以存五百或者是一千 或者是一千两百五十块三种金额的项目 他存五百块的话那政府相对的会提拨五百块 为这个孩子作为未来教育的发展基金 在18岁以后就可以动用这笔钱这样子 让孩子可以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那最主要他是有那个福利身份的限制 他有低收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身份 才有这个资格可以参加这个这项战户 现在还没有很普及 就是只有四成五的开户率 所以我们要呼吁 那各位符合身份的那个乡亲们 可以到县府 或者是如果你不方便来县府的话 我们可以社工可以到宅去提供开户 那多多的为孩子未来做规划这样子 参与活动计划的加上 对政府开办的儿少教育发展商户 都认为计划很好 对孩童的帮助很大 希望参与年线能更放宽 两个多孩童加入儿少教育发展商户 本来不知道政府有针对低收入户 然后一些特殊家庭的孩童 有这项福利政策 所以我来这边参加之后呢 我发现哇 政府真的是对儿童未来的国家主人 就是很照顾他们 然后也帮助一些中地收入户有更好的一些儿童发展 然后这个呢真的是要好好推广 虽然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活动 让我们全国各地的 有这个我未满18岁的儿童跟新少年 只有照顾到部分的小朋友还有家庭 希望可以政府可以在宽限的年度 就是看可不可以从一百年以后出生的小朋友 也可以就是加入这个 这个然后也可以开这个账户 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庭受贿 中地收有地收入户的家庭的话 那希望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资讯 然后也可以跟一些社福单位去寻求这样的资源 然后让你们的家庭里面 更幸福更美满 然后让小孩子未来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保障 这道处也表示 会透过公式协力方式 提升本县儿童教育发展商户开户率 及稳定缴权利 也透过捐助 给予本县经济弱势 交付实质奥元 教育与发展商户可持续 除去到孩童年满18岁 最高出金可达5010万元 最孩童年满18岁 接受高点教育 职业训练 就业或创业的基金 记者 乡心服服务理策访报导